大家好,今天啊,这个许志勇律师,许志勇博士啊,他又是律师又是博士 还有这个丁家喜律师两个人啊,这个罪名都有了,都安好了 叫什么来着,叫涉嫌颠覆危害国家安全罪啊 在山东临仪市,下面的临树县,应该念树吧,临近的临 三点水,一个算术啊,这个法术,那个树啊,临树县的法院开庭了啊 张磊律师,张磊,龚长张啊,这个三个石头那个磊,张磊律师做他们的辩护人 但是现在的中国的律师没多大用,没多大用 你想发挥作用,你给他做无罪辩护 基本上法庭就是行礼如仪啊,升班硬套 早就做好了结论啊,有那个政法委书记都给定调了啊 这个事儿,许志勇的事儿绝对不仅仅是临仪 更不可能是临树县啊,甚至山东省都没权利啊 一定是高层,是吧,中央政法委,早给定调了 一定要给他判有罪啊 这个,昨天晚上,许志勇的姐姐叫许志玉 这个赶到了山东这个林树县,住了一个小旅馆 这小旅馆据说是不要身份证 结果,嘿,你看这中国啊,这控制多严密 啊,这个睡到半夜,警察来了,给轰走了 是吧,你看你审人家亲弟弟,人家亲姐姐来旁听 都不行,甚至在林树县都不让人待着 给人强行驱逐了 是吧,太可恶了啊 这个许志勇啊,我还真是见过他 那应该是2009年,13年前了 那会许志勇搞这个公盟啊,叫公民联盟 啊,他本来想注册一个NGO 但是在中国呢,不给他注册NGO 所以他就注册了一个叫北京公盟啊 公民的公联盟的盟,公盟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以这个有限公司的名义啊,咨询公司 他来做他的事情 他主要是啊,为那些上访的人 访民提供免费的义务的法律服务啊 我怎么跟他见了呢 那会我搞业委会啊,这个搞业主维权 我们有一个组织叫业申委 北京市业主委员会协会申办委员会 本来我们要搞一个北京市业主委员会协会 啊,但是当时的副市长叫陈刚不批 说研究研究啊 那但是我们以这个业申委的名义 搞一些活动 座谈会啊,啊,这个等等的吧 什么研讨啊,他是默认的啊 有的时候我们开会那个北京市驻建委的那些人 也去参加啊,北京市社科院的啊 什么中国人民大学的啊 什么清华大学的 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那个教授 主任叫沈元啊 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陈优红啊 他们有时候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会儿呢 我们通过这个组织 叶申委啊 跟这个许志勇 我们有一些联系 也是互相支持吧 许志勇那会儿在大中寺 海淀区北三环大中寺 叫华节大厦 中华的华 节出的节 他在那租了一座房子 我们在一起开过几次会 啊,那会儿还有田奇庄什么的啊 那些人在,田奇庄就是最近 这个给中央纪委写了一封信 要求罢免广西自治区的书记刘宁 说他搞个人崇拜啊 就那个田奇庄 啊,许志勇是河南民权人 民权县就来自三民主义 这名字是孙中山给起的名 啊,后来是冯玉祥 在河南当省主席的时候给命名的啊 这个民权还出了一个那个谁 一个大鹰派啊 一个大毛粉啊 大五毛就是那个那个代序啊 实际上代序就是为了出书 啊,就是骗中国人的钱啊 我的亲姐夫 我三姐夫认识代序啊 还有原来我一个姐姐啊 是那个在那个中国文联工作的 做协工作的也认识代序 他就是出书 他就是出那种鼓吹民族主义的书啊 许志勇,我那会去了 啊,跟他见了两面开会什么的 后来有一天 我说我挺想念这许志勇的 我也很敬佩他 我说我再去找他吧 结果我去的那天 啊,碰见了他的那些志愿者吧 有一些年轻人 还有田奇庄,他的所谓的研究员 啊,正在收拾行李啊 他们准备撤 然后那办公室里边人心惶惶的 他们说许志勇昨天失去联系了 应该是被抓了 因为那个许志勇那会是单身啊 后来有一个采访过他的女孩 一个女记者喜欢他了 跟他结了婚 还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吧 那会他第一次进监狱 他女儿好像还是第二次进监狱 反正女儿出生的时候 他正在监狱里啊 许志勇非常不错的人 三博士上书 取消那个收容条例 他都立了很大的功啊 送红兵的货币战争啊 我这也有 许志勇竞选过海淀区的人大代表 他是北游的北京邮电大学的老师 当时其实人大代表都是内定的 但是他通过竞选 通过让那些大学生帮他拉票 因为北京邮电大学里边学生比较多 知识分子比较多 那次他成功了 后来官方就恨上他了 跟许志勇那会儿搞这个 这个废除这个收容条例的三博士上书的 还有滕彪 滕彪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 后来跑到美国去了 他是吉林人啊 滕彪 我跟他一起吃过一次饭啊 但是现在好像他的观点偏左派 有很多人不喜欢他啊 好吗 因此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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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